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常年來是依爛一輛快要20年車齡的老貨車 載送物資到弱勢長輩家中 而這個老貨車經常會故障拋錨 影響到服務的效能 賴葬受失物的老闆賴建業 就號召了許多企業、社團還有個人 募集63萬元的善款 採購了一台全新的小貨車 1月22號捐贈給花蓮縣老家協會 全新的小貨車即將加入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關心偏鄉、獨老的任務 這是賴桑受失物老闆賴建業 他號召了許多企業、社團和個人 募集款項、採購的新車 老家協會說車領已經16年了 常常修也不是辦法 他就跟我講 我就號召我這些朋友 大家一起來建線這台車給老人關懷協會 因為他那個就是照顧一些老人 我們可以幫助就幫助 老家協會過去有一台大概行駛20多年的小貨車 那這台貨車命運多船 其實不斷是在常常在路上拋錨 讓我們的很多任務沒有辦法執行 那其實我們的小貨車主要是用來在二手的物資 還有一些人家捐贈給我們的二手的家電或家具 然後送給弱勢偏鄉的長輩 那這次賴桑知道說我們的小貨車這個狀況很多 而且已經幾乎要淘汰的狀態了 所以他就號召大概有50個個人跟公司行號 然後來做捐贈的動作 然後大家一點一滴把這個錢募集起來 然後才有今天這輛小貨車的捐贈 賴桑受食物的老闆賴建業他號召了兄弟會 美輪山扶輪社 靳鴻有限公司還有許多好朋友 集資購買了一輛全新的貨車 讓協會得以順利把愛心物資運送到各個偏鄉獨佬家中 賴建業表示 去年因為疫情肆虐大家都過得很辛苦 生活壓力很大 不過還是感謝有這麼多好朋友 願意集結愛心幫助弱勢 讓社會充滿溫馨氣氛 這輛會幻視報導